套需要与方向盘紧密贴合 正常覆盖三分之二都是可以套进去的 这样缝出来效果才更加服贴 先把接缝位置放在最下面中心位置 这样使用过程中不会对手感产生影响 正常我们是从另外一侧开始缝的 先从内侧开始起针 在内侧打一个结 稍微留长一点方便在收尾的时候 收尾连接在一起 然后再仔细看一下把套两侧是否对齐 缝制过程中一定要保证左右两侧对齐 这样缝制后美观度更佳 我们采用跳针的缝制方法 因为这样缝制后不仅美观度更好 而且缝制方法也更加简单 缝制过程中要用一只手扶着方向盘套 并且要把两侧的皮向中间捏凑 而不是主要靠缝制的手拉线的 要左右捏到一起 然后右手再拉 这样缝出来的效果中间缝隙会比较小 效果会比较好 而且线也不易断 正常把套缝隙的位置 就是方向盘中线的位置 以这个作为参考 缝制后不会缝歪 线从皮子内侧穿过去 从另一侧皮子外面穿过来 然后正常缝制就可以了 当缝制到手尾相连的位置时 将手尾相连 然后打一个结 再把多余的线头割掉 然后把线头塞到皮的夹缝里面 缝制即完成 正常情况下 跳针缝制 剩余的线大概会在二分之一左右 不跳的话 正常会使用四分之三左右 不会出现线不够的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 缝制后的效果是非常服贴的 手感试试也特别棒 感谢观看